侯侍郎代金元 一个是公布侍郎英和 那么经英和和代金元 他们调查 到了西陵以后一调查 那确实是实情啊 而且圣祿人缘也不太好 看来他就是非常的骄横 人家立刻就指证 他这点的事都是真的 那么嘉庆皇帝知道以后呢 下令拔去他的花陵 隔去他的公爵 把他锁拿进京受审 那么带着加棍 带着加班 就给他押到京城去了 到了京城以后 按照大清类 一拟处死 那就是死罪 可是啊 嘉庆皇帝还是心容不忍 那毕竟是自己 这个接发妻子的亲哥哥 那么自己的皇后已经去世了 那么再把他的哥哥给杀了 那对不起死去的皇后啊 所以嘉庆皇帝呢心软了 又加恩把这个圣祝呢 免除死刑 把他发配到新疆乌鲁木齐呀 去效力赎罪去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 嘉庆皇帝呢 又赶念自己的孝叔皇后 怀念他 然后呢又推恩圣祝 然后又给圣祝赏了一个 副都统的职贤 真是给他了极大的照顾了 两年之后呢 圣祝病死了 当时的朝廷呢 还给发了一大笔的 一大笔的抚恤金 可以说嘉庆皇帝 对他的一位大舅子 可以说是百般正顾了 真的是 算对得起死去的孝叔皇后了 圣祝所做的两件事情 虽然触怒了嘉庆帝 但毕竟有孝叔瑞皇后的那份感情在 所以嘉庆帝还是网开一面 隐忍不发 但是让嘉庆帝 怎么也意想不到的是 圣祝在清西陵都宫期间 还干出了一件 让嘉庆帝更为气愤 更为严重 而且是丧尽天良 国法难容的大案来 那么这究竟是一起什么案件 嘉庆帝为何会如此怒火中烧呢 原因呢 是起自山东的林青 青东陵和清西陵的这个青砖 都是由山东的林青烧造的 那么林青的这个砖厂的工人 好几年都发不到工资 然后呢 就是集体上访闹事 那么朝廷就拿了这个砖商孙兴邦 孙兴邦 得起来以后 孙兴邦说我还冤枉呢 我要状告清西陵的笔贴士双斧 笔贴士啊 只不过是一个九品的文职小官 他为什么要告他呢 他说呢 是这个双斧呢 这个亲通工程的银两 欠款不结 他不给我专钱 那么我都没有钱给工人发工资了 那么这件事嘉庆皇帝听了以后 特别关切 虽然这个双斧只是一个九品的小官 但是它涉及了皇帝的声誉啊 所以嘉庆皇帝呢 就命令 这个军机处会同刑部一起来这个马上都拷问这个双斧 一拷问 双斧马上就招供了 供人不会 而且呢 还咬出了同案犯贺灵 贺灵又是谁呢 贺灵啊 是专门负责昌灵工程物料采办的这么一个小官 是一名催长 这又拷问贺灵 贺灵就供成了一个惊天的答案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山东那个在当年修建这个昌灵的时候啊 山东连续呢下大雨 烙灾 非常严重 那么这个做砖的这个灰料呢 它就被冲坏了 所以它就导致原材料物价往上涨 再加上大这个大雨把道路都给冲坏了 所以这个工程的运费也增加了 所以整个原来的这个砖钱都买不下来了 那么整个的这个工程的造价 还有运输费呢全部都要增加 这件事请示朝廷 朝廷一调查呢属实 于是呢就从户部啊 拨了五万两的加价银 可是这五万两银子 却没有到这个都办 还有也没有到到砖商的手中 这五万两银子被圣柱 他半截上他给贪污了 这五万两银子 他让双夫包管 所以朝廷马上呢就抄这双夫的家 抄他家的时候呢 又从他们家里边呢搜出了一本旧账 嘿一看这旧账 又引出了一个大案子 当年呢户部啊 拨给这个昌林工程的十六万两银子 留着采购石料的 这在这十六万两银子里边 盛柱还贪污了四万两银子 这样前后两笔 盛柱他竟然就侵摊了九万两白银 多大的数啊 家庆皇帝大怒 他能不生气呢 不可能不生气啊 大家想想 家庆皇帝想 我为了修我这个昌林啊 我处处的小心谨慎是吧 为了结成点银子 我精打细算 而且我修灵的木料 我都由这个南木换成这个松木了 就是为了节省工程的银两 我整个工程才花了二百万两银子 你盛柱就侵摊了九万两 真的是太可惜了 所以家庆皇帝大怒 骂这个盛柱呢 是可恨已急 他在预旨中是这样说的 他说万年吉地工程何等重大 所有收支款项 岂如蒙混侵蚀 自意纷飞 盛祝受恩优渥 从前履经获救 皆经格外保全 使其稍有良心 当如何实心吐报 乃一以管公大臣中拘手之源 竟敢亲用加价银两 并按扣成数多至九万 以至公园等相帅校友 弊端百出 是此案胜助实属罪魁 是啊 家庆皇那是气坏了 说万年吉地工程多重大的工程啊 所有的这个收支管线 岂是你胜助 你想贪污就贪污 你想蒙混 侵蚀就侵蚀的 而且呢 我对你是黄恩浩荡啊 你一个劲的犯错 我一个劲的对你法外开恩 如果你稍微有良心的话呢 你就应该直到实心吐报 而且你在所有的管公大臣中 你是带头的大臣 可是你却带头贪污工程的前两 以至于下边所有的人都跟着你学 上梁不胀下梁来 上行下校 那么知识工程必断百出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 你胜助实在是罪魁祸首 家庆皇帝还接着说 依系孝叔皇后之兄 更应格外报恩 加倍谨慎小心 今所为如此 实堪痛恨 国法所在 朕岂能取为宽室 涉使其身尚在 必当所拿庭讯 加以行家 明正典型 寄兴触展 断不能 兴讨发了 贾庆皇您说了 你竟敢亲用九万两的银子 你是孝叔皇后的哥哥呀 你应该起好的带头作用 可是你却犯下 如此国法难容的大罪 如果你还活着的话 我一定会把你立即出燃 我一定会把你立即出燃 才能够消除心头之恨呢 所以这个愤怒的 这个嘉庆皇帝呢 对相关的涉案人员 进行了严肃的处理 首先就是处理圣柱 圣柱在三年前已经死去了 那么没法对他本人呢 再施加刑罚了 可是嘉庆皇帝 却愤怒地表示 说他不成人类 说他简直就不是人 而且嘉庆皇帝表示 这修的是我的灵 如果修的是先皇的灵寝 你如此贪污 必将把你抛官录尸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死了 也得把你从坟里刨出来 把从棺材里扒出来 然后把你的尸体斩成两截 真的是把嘉庆皇帝给弃坏了 所以呢 嘉庆皇帝下令 他当时不给他赏的 一个副都统的执行吗 下令把这个副都统的执行 给追夺了 死的时候还发了 他一大批抚恤金吧 这批抚恤金 也让嘉庆皇帝给收回来了 然后严密查抄 胜著的家产 抄家 他的三个儿子 达林 庆林 丰林 两个孙子 都会说得真是